瑞凤口弦如意,凤意捐客勾云文士,小小方印之中,尽显中国玉雕文化之美。 从2008年奥运辉宝一名惊人到金香玉奖牌成为经典,再到如今的冬奥辉宝都离不开北京玉雕大师张铁成的身影。 近日,张铁成接受中兴社专访时回忆,2003年接到奥运辉宝制作任务时,是他人生第一次制作印喜,却是一气呵成。 其实最先我们也不知道是要做什么,真正一看一做就跟我们下手特别大的一打方印,当时切的原料。 而且在古代,客印应该是大逆不道的一个罪,所以说在运气行里,之前就没人做过印,一共切了两方,就是怕万一要做坏怎么办呢,所以心里是没底的,但实际也没有发生那个问题。 他的原形就是模仿了这个清二十五宝中的皇帝奉天之宝,为原形而制作的,真正的把这个印摆出来,发布出来以后,大家真的反映非常大,张艺谋一看都觉得非常惊奇。 这种震撼力真是你想象不到,这种感觉是根据奥运的这种气氛是相契合的。 2003年,由张铁成参与设计和制作的奥运辉宝,成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发布载体,随后北京奥组委陆续限量发行奥运辉宝点藏版和珍藏版皆一寿而空,传为佳话,时隔多年,再次承担及北京冬奥辉宝的设计和制作任务,张铁成更显从。 为了迎接这一刻,他已准备多年。 设计了很多年应该是,真是稿就画了一千多稿,实际上就是你看这个造型,就能看出来是一个凤的造型。 以往我们这个奥运辉宝是一个龙的造型,这样呢就是说,我们中国有这种文化,这种吉祥文化就是龙凤成祥,我们实现用这个凤的这种形象啊,就表现这种凤雾冰雪这种啊,这种灵动感。 这辉宝创造上啊,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创新,就是首次使用这种凤喜的造型啊,在以前啊,在在古代啊,我们这种形质上就没有凤这种概念。 你必须要做成这种飘逸的感觉来,再又做一种,又要那种这种大气的感觉,这种是非常难做的。 我们其实在制作上就采用这种大那种那种镂空的设计,你制作的时候要始终的这种一丝不苟的去制作,因为你可能意识,如果你可能是一个精力不集中,就会做损坏。 2019年,北京冬奥辉宝典藏版和珍藏版限量发布,再次一寿而空。张铁诚说,以玉石为载体的奥运特许商品,世界少有。 奥运辉宝的热卖,又一次见证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。 这种形式在国外是没有的,通过这种造型,通过这种材料,通过这种工艺,把我们这种中国这种文化,以这个玉的这种载体给它传播出去的。 这种是非常有意义,通过这种像全世界的一个发行,让全球人民都了解我们这个玉文化,通过这种体育这种盛会这种形式,把它很好的广泛地传播下去。 回首过去的十几年间,张铁诚的生活与奥运密不可分,奥运的宝贵经历也让他的艺术理念产生了巨大变化,今后他会致力于跨界与融合,让非遗记忆活起来。 通过这种大的项目的制作,使我们的这种设计能力,制作能力得到一个特别的大的提高。 而同时也跟其他门类的这种艺术行业,包括我们的各种非遗,跨界融合,也提升了我们这种设计水平。 从而也就是说在这种计程传统的基础上,得到了一个创新,把我们这种非文化,就是很好的,通过一种很好的一种手段给它传播开。 也是感到这种责任感、使命感。